世界上最赚钱的男模特 年收入居然不及女模的4% 模特行业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男性收入 大幅度低于女性的行业 这背后的原因真的可以用简单的职场骑士来回答吗 哈喽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模特系列栏目 观众一直在喊啊 怎么一天到晚全都是介绍女模特 能不能也做一期男模 好让在座的各位色鬼也过过眼影 于是呢 咱们的模特栏目终于迎来了我们的第一位男嘉宾 他是全球最赚钱的男模特 Sean O'Pri 如此有求逼应呢 大家是不是得动动手指 鼓励一下创作者 我相信大家对Sean这个人是不陌生的 因为他就是Taylor的那个灌单Blank Space MV里面的男主角 我们可以来重温一下 Sean他出生于1989年 今年满打满算也33岁了 他霸占着全球最赚钱的男模特这个位置多年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他走红的经历 他在06年出道 当时他是7岁 他之所以被签约挖掘是因为他太帅了 美国高中生在学年末会搞一个prom的舞会 他就因为舞会上的那些照片作为人群中最亮的仔 他一下就被全美超模的评委给相中了 于是呢 他就这样很顺利地出道了 他走红的速度飞快 06年出道 08年就挤入全球最赚钱的男模特榜单 位列第8名 接着仅用了一年的时间 在2009年 他就直接登顶全球最赚钱的男模特榜单 然后开启了接下来多年的八榜生涯 他走红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运气嘛 第二是他拥有最符合当时审美的满分外形 第三是他的确拥有很强的业务能力 浅翻一下他拍摄过的杂志封面和内液 你就能感受到 他可以本色出演行走的荷尔蒙 他也可以摇身一遍 化身成为1看了会心动 0看到了会嫉妒的小烧杯 看到他的这一组大片啊 很多人可能都会认为 这就是最有效的催婚和二胎的宣传广告 再看一些黑白时尚映照 你会感叹 他的确是天生吃这碗饭的 质感这两个字 他属于是完全拿捏住了 所以大家可以预想到的是 他作为男模一哥 他其实出镜了很多女歌手的MV 除了Taylor 他也和麦当娜合作过 我强烈推荐关注本频道的成年人们 去观看这一支MV 因为有的人在看完之后 这个世界上 比上海梅雨季还要湿的东西出现了 如各位所见 一些女歌手的MV他都拍了一堆 所以他拿回的广告代言 为大牌走过的秀 那就更是不需要我来赘述了 都男模一哥了 有什么牌子没合作过吗 几乎没有 值得插入的一个小八卦就是 这位全球男模一哥 在月末2012年和2013年的时候 和咱们的国模西梦瑶谈过恋爱 两人还一度在GAP的广告上 情难自已 亲亲我我 丝毫不把摄像机当外人 不得不说 这些成就拎出来 看起来都蛮牛的 那样是把全球男模一哥 拎到整个行业来看 你会发现 哇 原来男模的收入第一 甚至无法挤进女模特的收入榜前十 我们拿他巅峰时期来比一比 根据福布斯显示 他在2013年的总收入是150万美元 非常厉害了 将近人民币1000万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看 2013年女模的收入排行榜 收入第一名是我们的吉塞尔邦城 年收入是4200万美元 42除以1.5 28倍 最高女模的收入居然是 最高男模的28倍 我们细品 上的年收入都不到吉塞尔邦城的4%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看 艾勒杂志的传题报道 他们有专门聊过 男模女模收入不均等这回事 男女模一起拍摄广告 在工作量相当的情况下 比如可能在同一个case 我们只会给男模1500英镑 但会给女模5000英镑 听者是不是觉得还蛮不能理解的 毕竟从这个角度来说 男女消费者性别占比接近持平 且男女都有购买衣服的需要 在男女模工作强度差不多的情况下 为什么男模拿的工资 比女模少这么多呢 如果是这样去思考 那我们可能无法注目出答案 那既然这样 我们不妨代入一下体育行业 关注体育行业的人 男女都有啊 男女都会健身运动 但最有价值 吸睛能力最强的运动员里面 大部分却都是男性 男性运动员的收入 也比女性运动员要高出很多很多 我举这个例子 也没有任何调禁 心别对立的意思啊 Love and Peace 这是客观事实 比如咱们中国的男族和女族 对吧 女族甚至都拿奖了 但赚的就是没有男族多 所以这到底是有什么决定的 是有需求决定的 客观事实就是 女性市时尚行业的主要消费君 从总体上看男女相较 女性总是更为关注市场和外表 而在体育行业 从总体上看男女相较 男性是更加关注体育赛事的那一个 男族和女族的比赛热度 也并不都是一个层级的 看女族的人并不多 这种需求的巨大差异导致 时尚行业里的模特行业这个细化分支里 男女收入存在极大的不平衡 这种不平等对于男模特来说是不公平的 但我们也要意识到的是 在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行业里面 女性遭遇着更多的执掌歧视 男模特可以喊冤 但其他行业的大部分女性 她们也很冤 思考到这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再深挖一点 我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难道 时尚行业的消费主力 多年以来一直都是女性吗 从西洋服装史的角度来看 似乎不是的 在以前确切一点来说 是18世纪以前 男女同样注重服饰 上过高中历史课的小伙伴更是很清楚 高跟鞋在最开始甚至是为男性而生的 在当时法国宫廷文化的影响之下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男性对服饰的关注相比起女性来说 更是有过制而无不及 后来这一切在18世纪之后发生了转变 资产阶级兴起 对时尚和文化都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至此宫廷文化逐渐被入侵 被消解 工作的价值被放大 为了配合工作 男性脱掉了高跟鞋 衣着被简化 此后男性最新人的形象 就是以身色西装和领带为外观的西装 这时候啊 男人开始逐步退出时尚的舞台 狠狠工作赚钱 而女人则依靠各类华美的服饰 和璀璨琢磨的珠宝 来承担起彰显这对夫妇 富有程度的任务 如果从我目前的所学知识来看 我认为啊 女人并不是天生就爱美 是18世纪之后 整个世界都在向女人灌输这样的观念 你的外表很重要 但这个世界对男人的规循确实 你要努力干一番大事业 大家也能看到 女模走秀需要各种定点pose 需要转圈圈 这其实在无形之中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息 华美服装将为女性赋能 使女性进一步散发魅力 但是男模走秀的要求则是 Be natural 别整这么多幼儿子 安安静静走完 别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 所以我个人体感就是 光是从男女模特走秀的要求来看 我们都能一瞥这个世界对男女的不同的社会规循 我们再看各大颁奖李红坛 上面总是少不了一群美丽的女超模军团的身影 但我们几乎见不到男模的存在 史上博主们在点评服装的时候 男明星的look甚至无法引起别人点评的欲望 但对于女明星的look 大家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之下 女模的影响力明显比男模要高出太多 所以女模特拿到的工资更高 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 因为女模特能够为这个庞大的时尚产业 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和利润 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 也有越来越多的男性成为了被凝视的踏者 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 男装市场信心向荣 男士护肤美装市场迎来高速增长 注重外表 懂得识做自己其实并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朋友们 千万不要让外表成为耽误你 专心赚钱搞事业的挡路时 OK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这些不成熟的小思考对你有所帮助 想第一时间看到我更多有趣的时尚资讯内容 别忘了要点点关注 那咱们小期见